这个视频我们说说百分数除法应用题 先来看这样一道题 小明有一本书 已经看了75% 还剩下40页没有看 那这本书一共多少页呢 已经看了75% 表示把这本书看作当位一 我们可以用一条线段表示这本书 已经看了这本书的75% 还剩下40页没有看 求这本书的页数 结合线段图我们发现 一本书减去看了的就等于没有看的 我们可以用翻乘来解决这个问题 设这本书有X页 X减去70%X等于40 X减去70%X等于25%X 所以20%X等于40 X等于40除以25% X等于160 所以这本书一共有160页 除了这种方法以外 我们还可以导出剩下的40页 与这本书之间的关系 看了这本书的7%数 那没有看的就是这本书的1减7%数 所以整本书乘1减7%数 就等于没有看的 我们知道 如果一个书的1减7%数是40 那么用40除以1减7%数 就能求出这个数 等于40除以25% 等于160页 也能求出这本书一共160页 当然我们还可以设这本书有X页 那么X乘1减75%的X等于40 25%X等于40 也能计算出X等于160 我们再来看一道题 拖拉机厂生产拖拉机5760台 比计划增长20% 那计划生产了多少台呢 这道题的关键句是 比计划增长20% 比计划增长20%的含义是 实际比计划多的 占计划的20% 计划是当位1 我们用一条线段 表示计划生产的拖拉机数 它是当位1 再划一条线段 表示实际生产的5760台 比计划多出来的部分 就是增长的20% 求计划生产多少台 结合线段图我们发现 计划生产的数量 加上增长的数量 等于实际的数量 我们可以说计划生产X台 而增长的是计划的20% 也就是20% 那么X加20%等于5760 X加20%等于120% 120%等于5760 X等于5760除以120 X就等于4800 这样就知道计划生产了4800台了 我们还可以找出 我们还可以找出实际生产的数量 相当于计划的百分之几 因为增长的占计划的20% 那么实际生产的数量 就是计划的一加20% 所以计划生产的数量 乘一加20%的核 就等于实际的 我们说计划生产了X台 那么X乘一加20%的核 等于5760 120%X等于5760 X等于5760除以120% X就等于4800 也能计算出计划生产4800台 当然还可以直接用5760除以 一加20%的核 也能够计算出计划生产4800台 实际上百分数出发应用题 与分数出发应用题的解题思路相同 只要能确定单位一 找到对应关系 就能解决这类问题了 好了 赶快做几道题试试吧